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喝时间赛跑 林清玄 感动我的一直是那句 我要比太阳更早的回家 读小学的时候 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外祖母生前最疼爱我 我无法排除自己的忧伤 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 一圈一圈的跑着 跑得泪倒在地上 吐在草坪上痛哭 那哀痛的日子持续了很久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如何安慰我 他们知道 与其欺骗我说外祖母睡着了 还不如对我说实话 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 什么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呢 我问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 都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的昨天过去了 它就永远变成昨天 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 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 现在 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 有一天你会长大 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 有一天 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 也会像外祖母一样永远不能回来了 爸爸说 爸爸等于给我说了一个谜 这个谜比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还让我感到可怕 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更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以后 我每天放学回家 在庭院里看着太阳 一寸一寸地沉浸了山头 就知道 一天真的过完了 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 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 我看到鸟儿飞到天空 它们飞得多快呀 明天 它们再飞过同样的路线 也永远不是今天了 或许明天飞过这条路线的 不是老鸟 而是小鸟了 时间过得飞快 使我的小心眼里 不只是着急 还有悲伤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 看到太阳快落山了 就下决心说 我要比太阳更快地回家 我狂奔回去 站在庭院里喘气的时候 看到太阳还露着斑边脸 我高兴地跳起来 那一天我跑赢了太阳 以后我常做这样的游戏 有时和太阳赛跑 有时和西北风比赛 有时一个暑假的作业 我十天就做完了 那时我三年级 常把各个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做 每一次比赛胜过时间 我就快乐地不知道怎么形容 后来的二十年里 我因此受益无穷 虽然我知道人永远跑不过时间 但是可以比原来跑快一步 如果加把劲 有时可以快好几步 那几步虽然很小很小 用途却很大很大 如果将来我有什么要交给我的孩子 我会告诉他 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跑 你就可以成功 我们下车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